统计学专业 作为老板老师以及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是黄浩天 今年23岁 现在是区副师范大学的一名应届毕业生 非常荣幸能够站在非理莫属这个舞台 有机会向12位老板学习请教 今天站在这里 我希望找到一份企划或者助理的工作 同时更加期望今天找到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 而是一份能够维持奋斗一生的事业 谢谢 小王老师好 欢迎黄浩天 去府师范大学 是的 学校不错 二本学校还行 学风挺好的 你学的是什么专业 我学的是数理统计 数理统计 你是理科生 是的 成绩怎么样 成绩不好 我为什么要问你这个问题呢 因为今天在上学的这个问题上 我一直在接受刺激 是的 在上课吗 从大开始基本不上课了 考试怎么办 考试的话 大一大二的时候肯定会有挂科的现象 比如说考前的话有个临时突击一下 如果实在不行就挂了 大三的话 可能耍了点小聪明 然后大三开始就没有挂过科了 实际上 你的小聪明是 我们都有一个 比如说你考试的时候可以申请一个还考 然后可以去医院开张病假条 我病了 第一年是急性蓝尾炎 不 第一年是急性蓝尾炎 对 是主攻急性蓝尾炎 第二年的话 好像是 开的也是 类似的一个病 可能是 跟肠胃有关相关的一个病 那第三年就该胃癌了吧 到大四的话 就是 因为很多同学可能是要找工作 或者是往其他方向发展了 或者是考研 平时的课的话 上的人基本上都比较少了 所以考试就很松了 少阳老师 我讲两句好吧 因为呢 这是讲实话 因为我也去大学里面今天讲些课 所以我觉得今天在座的大学人也挺多 电视机也多 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个节目 因为收视率很高嘛 所以我也想多讲两句 我觉得大学四年 在我认为 就是我的人生经历回过头来讲 是最重要的四年 我们大学人一定把这四年学好 你进入社会之后 只能学新知识了 你的基础就是很难学 这四年太重要 一定要读好几本书 学好东西 因为像这样的 以后你暂时可能找到个工作 但是为了竞争你 你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我希望今天 因为有两个同学是这样的了 所以我不希望再有更多的同学 是这样的 好 谢谢林平 是这样子 我想首先说一下 为什么不上课的问题 毕竟的话 我认为大学读下来 最终的目的 还是为了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但是我觉得 以后在这个社会上发展 包括我现在即将毕业 能否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第一是看能力 其次的话 是一个人的核心竞争力 你讨论的那个 这就是今天的 新读书无用论 但是我认为 我在其他方面的能力也好 包括各方面的东西 还是足够优秀的 你有什么能力足够优秀 首先我认为在我自己个人的天赋 我总结了一下 首先是营销策划管理 以及一切与嘴相关的东西 都是比较擅长的 就是能喷呗 那是其中一小只 你策划 来 营销 你说营销策划管理 咱们就说说策划吧 你策划过什么 首先我在大学的话 通过自己首创的社团的话 策划过很多校级的一些大型活动 比如说一般的 我们学校有17年的 十家歌手的历史 每到决赛的时候都是 从第一个唱到第15个 然后老师给你打分 然后我在我们学校引入了 有短信投票系统 有大众评审 有专业评审 有PK淘汰环节 就是可能说有点翻版 那些比如说花儿朵朵 快女之类的一个模式 但是能把这些东西 引入到我们的学校 也效果是也是非常的好 好 你学过什么和营销有关的东西 营销方面的话 我看过一些相关的一些书籍 比如 比如说营销的基本方法 我认为营销和管理 都是门艺术 如果去学市场营销的话 我会接受非常多的 关于市场营销的 一些专业课的一些知识 那些知识可能对我来说 可能是种束缚 那些知识只是禁锢 所以你是一个天才 你不需要学那些知识 那些知识对于你都是包袱 你是一个在实践当中 不断积累 不断摸索 并且自己能创新的人 对不对 首先我不是天才 但是我认为 通过实践中的学习 可能比通过课本上学到的东西 更加的实用 不过邵刚 我觉得浩天说的这个观点呢 也有他的正确的道理 比如说我们计算机专业 实话实说 在这个领域做得特别好的 往往很多 不是记得你专业毕业的 我相信中国的策划大师里面 真正是市场营销毕业的 也很少 沐言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大师多少年出一个 大师是天才 我不是说大师 就做得比较好的高手 做得比较好的 高手是多少个 高手是凤毛麟角 多少分母 你怎么不说分母 十分之一吧 有多少高手 前10%的人 一个人不学这个 就说我不学 因为我是高手 就是千万不要为学校 我不是说不学 就是说他不是这个专业 但是我不希望你在这样一个平台 传达这样的信息 说没学没学没关系 因为你看 很多做得好的人 他没有学啊 少刚你要听我的话 你说我没有讲不学 我讲他是非营销专业 但是他自己看了一些营销方面的书 自己在实践 就说了一本 就说了一本叫营销的基本方法 那本说 还看过什么营销的书 相对来说 可能就比较少了 之后看了一些书籍的话 就是营销的 他就是实战 他就想实战去 就是营销的 还有什么书 一本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 名字忘了 他其实真的没有读过什么书 我特别想说一句 你说你一直说 我这个专业我不喜欢 我本来叫做营销的 我要自学 自学无所谓 自学成才能多的是 你只读了一本书 另外那一本是 说很有名的 名字忘了 所以你也没有在用功在自学 是这样的 我一直在强调是说 我的学习方式 不是说是通过书本上去学 而是说通过就是自己 平时的一些日常的一些行为活动 比如说我面试的职位是企划 那就是策划类的工作 好 来 说你策划方面的能力 各位提问 我就这样吧 你再说一个就是 你真正原创的一个策划的方案 不是刚才那个超级女生的那个 原创的策划方案的话 我在大二的时候 当时想去参加挑战杯来着 然后自己和几个朋友 主要是我自己做了一个 关于电子商务方面的一个策划 主要的亮点就是网店实体化 这个特别适合我来问 因为吉乌特是真正一个把网店实现实体化 这样一个过程的一个公司 我特别有兴趣听你刚才的那个策划 你的策划重点在哪里 你如何来实现 而且你是什么类的产品 把它实现了网店实体化 产品品类很重要 是这样子 我当时策划方案中提到的产品的话 就是按照学生的需求 首先做市场调研 根据学生的需求来挑产品 产品的来源的话 是直接想从公司来 通过你把产品挂到我们这个网站上来 可能你的比出厂价稍微高点 或者说和出厂价是 就是你卖给别人的价格是一样的 我们然后挂到上面 可能稍微加一点点价格 甚至不加价格 然后通过网上建立这么一个网站 就像就B2C的一个网站 然后在线下的话 我们有实体店 就是独立运营的网站 而不是挂在淘宝上面的事吗 独立运营 这些厂商愿意跟你谈吗 你会拿到厂商的 因为你是实体店了 你会拿到厂商的这个认可吗 我就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 你新开实体店 价格达到很低 你怎么赚钱 怎么赚钱是吧 第一我当时想的是 可以稍微把它的价格 往上高那么一点点 就赚一个差价 同时的话 参考现在支付宝的一个 军营营运营模式的话 我可以建立一个支付系统 在这个支付系统上的话 太大了太大了 实体店 电租 装修 人员 没有考虑过吗 先不说这个 浩天 结果 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什么 一句话 结果说完 因为它太大了 所以的话 没有成功 肯定成功不了 那就对了 你肯定成功不了 第一个就像陈欧说的 如果你线下 仅仅是做这样的话 你根本就不可能的 因为线下的房租成本 现在零售的房租成本 如果你这个来说 肯定占到50%以上 这就是一个天马行空的一个想法 他不会拿到授权 根本就他第一个问题 他没法写自己想赚钱 我说句话 在中国 我是抱歉 在中国 现在年轻人不缺想法 缺的是执行力和脚踏 就是老板们不太习惯 一个应届毕业生 把自己表现得过于的强势 表现得 他什么都懂 如果开始低调的进入的话 或许会给老板留出更多宽容 对他的空间 面对现实 今年23岁 大学本科应届毕业 咱能说点接地气的话吗 咱能不能踏踏实实的说 我现在想去一家企业 我现在能干的事 是这样的 那你说的策划 说你去了五八同城 你干嘛 我的优势的话 我在做策划 策划的时候的话 可能比较有创新思维 比如说我在之前 就想一下 比如五八同城 您的主页 现在打开五八 包括感激网 我觉得最凝乱的 就是它主页 我建议的话 就是可不可以 进去之后 您的主页是各个不同的模块 比如说五八团购 五八租赁 然后五八生活 然后五八招聘 然后你再 还有个五八主页 你直接就是 比如说我像去团购 我直接点击五八团购 然后打开的 全是一个制作 完全很好看的 一个五八团购的网站 五八招聘 就是一个很漂亮的 这样做到前程无忧 那种样子 好天我打顿 稍等一下凌晓 我听你说话 是真替你累 就是你操心操得忒多 你老操别的心 就不操自个的心 我想问你一下 你有没有反过来想 五八同城的页面 为什么是今天这样 你有没有想过 我的这个想法 为什么姚静波就不懂 这就是我 这就是一个 好天啊 这种人真挺多的 不是 现在我们动不动 面试一个人进来 到我们公司面试的 或者说 微信 那个 微博里面 那个私信里面 动不动就有人 给我提一个改变天下的想法 说你们资源这么好 我要一个idea 让你们翻十倍 还有人 就跑到我办公室去 敲开我的门 就坐到我那说 我们要造一个策划 肯定成小处着眼 比如说 就是招聘 你怎么样招聘 我们更好用 或者用客户体验更好 如果说一个大的想法 那么显眼的一个想法 你的想法如果是对的 那我们公司有上千号人 我们都是不想问题的吗 你觉得 就跟你说 这两个造成一件事情 你必须成一件 很小的事情 我想问一下 决定你留不留灯 刚刚有一个问题 就是问到你 就是你在于架条这件事情 你现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你对这件事情的判断 是你对了还是错了 还是怎么样 还有一点 如果在工作当中 遇到同样的事情 你可能耍个小聪明 就怎么样过去了这个坎 你怎么来决定 关于架条的问题 我现在认为 我依然是对的 因为这个对我人生的意义太大了 如果说 我不用这个架条的话 我以后也得想尽办法 拿到我的学位证 但是可能要付出的代价 要多得多得多 但是因为它是关系到 我人一生 只有这么一次的事情 大学你不可能再读一次 但是以后在工作中的话 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的诚心度 包括朋友评价 应该还是非常高的 好 各位 先不聊了 先针对浩天的表现 来做出初始判断 浩天 黄浩天同学 是去是留 选择 一位离开 一位留了下来 你要向他证明 天生我有财 尹峰刚才一直没有说话 我其实是特别想留他的灯的 不管前面出现多少质疑 我还是很喜欢你身上那股激情和冲劲 但是你最后回答唐月明 那个问题的时候 让我没有办法留灯 因为一个新人进入职场 他本身的职场价值观太重要了 我要为整个团队和企业价值观负责 最重要的是尚方 你说 你来 不管他有多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说 他在未来的工作当中 他会遇到无数次 他认为这对他一生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他会无数次面临这种抉择 那么他最终的天平都会选择 对他自己最重要的那件事情 人活着最基本的诚信是第一位的 猜虎 最后我送的一句话 书要认真读 比书要认真读 更重要的是 事儿要认真做 但是最重要的是 人要认真为 注意啊 这样 抱歉小刚 我能说一句话吗 注意你现在的话 说着说着 就容易越说 给大家提供的那个弹药就越多 真的想好说什么 好天 想好了 我是有办虚假病例 然后通过这个来办环考 但是我的虚假病例 我认为一件事情 它的确是不对的 但是我没有说去隐藏它 然后没有说去 是藏着椰子 比如说我去医院跑住的那种 我没有这么做 我很坦然 你们有什么 就是我就这么做了 如果你们觉得我不配这么做 你们可以攻击我 可以说背后说 黄浩天 你这人就是那么的 就是属于王八蛋也好 什么 你就搞这种外面邪道来搞你的 平时不认真学习 浩天是这样 浩天你失控了 你当时做这件事情还OK了 但是刚才问你现在反思 你认为他对和错的时候 你仍然坚持在对 浩天 我觉得你应该特别珍惜 还有一个老板给你开着灯 所以你现在的任何的表现 你真理不要讲了 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 你真的不要 真的不要再变点 你的优点不少 你的优点不少 但缺点也不少 关键在这里 所以你把你的优点表现大一点 千万不要再多说 现在还有一盏灯留着 听一下陈后的问题 说首先我很纠结 开始我灭了后留着 我觉得第一 你没那么差 但是说我也是价值观 非常非常严厉的人 不要谈什么策划了 从执行开始吧 今天开始踏踏实实 不要再做这种 不择手段的事情 让自己真的呢 一点 你不够脚印 做起来 你的前途 还是很有 工作叫什么 职位叫什么 活动执行 活动执行 三千块钱工资 发展前景看你自己 你的激情 能发挥好 能执行好 空间无限大 因为这公司是高窄的公司 但是如果你不能脚踏实地 可能未来 你的前途 不会那么光明 15秒钟的思考 告诉我们 这份工作你是接受 还是谢谢 再见 谢谢你 回去仔细想一下 今天大家给你提出来的意见 行不行 赛哥我突然好奇 你本来是想去哪个公司 做哪个广位的 58同城 做哪个广位 策划 这样浩天 我再给你个机会 你回头你写一些 我们希望有那种 不是说一上来 就能改进一倍啊 十倍的那种 宏大的设想 有什么改进 是可以让用户体验好一点点 让用户 更愿意上我们的网站 一点点的 这样 我妈同城给你留一个功课 别干宏大的 干小的 同时认真的反思 我们刚才说的一个问题 你一定不是这个世界上 最聪明的人 为什么你看到的问题 他那块就没人看到呢 如果他那块有人看到 他们为什么不改 还要这样呢 多想想 把这几个为什么想通了 可能你就能去58了 行 谢谢 少王老师 我还想最后说一句 可以啊 我其实并没有什么 诚信上的一些问题 这个 我 你真宁啊 不是 这个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我做的也是很有原则的 我的诚信 我自己没有让我 你是很诚信的讲了自己不诚信的经历 好 这样 不聊了 浩天我觉得 浩天不聊了 其实很简单 我们不开演导会了 我都不 我都不忍心 跟你扣上不诚信的帽子 我只是特别的心疼你们 现在这个8090 这些孩子们有时候 大无敬畏的这种东西 好 这样 浩天 回去以后 认真的想一想 刚才我提向你的问题 再想想自己这次 为什么那么大面积灭争 想通了 可能就能进入吧 行不行 谢谢上方老师